有達到一定的業績量之後 我當時就是 果斷的放棄學業 就是 其實我當時要休學的時候 家裡跟老師都是反對 畢竟已經高三了 應該是說 如果你創業一定都會遇到 起初大家是一樣的心態 一定會覺得說 我希望跟我的員工當好朋友 但是一定會遇到挫折 我相信你一定有 好 大家好 我是Wii Zinzang 又來到我們的創業訪談 那我們今天非常榮幸 可以歡迎到我們的 牛牛衣櫥的創辦人 牛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牛牛 他一樣也是八年級的創業家 那他開始創業的這個歷程 是先從夜市擺攤 然後擺完攤之後 開始創立所謂電商的這個事業體 然後在非常年輕 在23歲的時候 就買了人生的第一間房子 哦 對 非常的厲害 那我覺得牛牛的創業故事很勵志 一樣也是白狗起家 那只有今天這堂訪談 我希望帶大家來閱讀他這本書 然後把他的創業歷程 完完整整的分享給大家 那我先講一下 我跟牛牛是怎麼會認識的 其實牛牛跟我有一個 非常特別的身份關係 就是他是我的房東 對 很少可以遇到一樣是八年級生 然後而且在自己的事業 這麼的成功 我在一開始看到他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哇 這麼年輕 就有自己的事業 然後又有自己的房子 然後又是我的房東 我覺得啊 這個人一定是佛爾代 越來越了解之後 我發現就是他非常的厲害 所以我才想要就是敲他來做這一次的合作 那就是可以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你總會想要直接從夜市這個行業開始做起你的事業 其實我最剛開始創業的時候是在高三 就是從高一開始都在打工 那也會存一點錢 那在高三的暑假的時候 一部分是覺得說 因為我自己喜歡穿搭 然後就利用暑假的時間到瑞峰夜市去做擺攤的動作 瑞峰夜市 對對對 所以我是從瑞峰夜市先做擺攤開始 所以你是從瑞峰夜市起家的 對啊對啊 那你自己就是從夜市這樣子起家嗎 你是怎麼慢慢把它做起來的 要說讓我堅持的那個是 興趣啦 因為我剛開始是做衣服 那我對這一塊其實很有興趣 所以剛開始是想著 分享就是自己喜歡的東西給大家 但是其實 那時候年輕 所以不會有什麼得失心 所以當初其實也很長 掛蛋 但是並不會覺得 就是有什麼失落感 就會覺得 今天沒有 那平常如果業績比較好的時候 就覺得很開心 這樣子 所以你是一做業績就很好 還是其實你跟 大多數我們認知的創業者一樣 一做的時候都沒什麼生意 然後慢慢的就是透過自己的努力 才變成現在這樣的狀態 對 因為其實創業不是說 這麼容易一次就可以把它成功起來 所以其實我創業經驗也 就是跌跌撞撞 但是我不覺得那是失敗 就是從裡面學習一些經驗 那你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你覺得如果說我們今天 單就擺攤這件事情 你覺得能夠成功的 把這個攤位經營好的核心重點是什麼 我覺得商品的 特別性 然後還有多元性 因為我剛開始擺攤的時候 因為資金有限嘛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客人很常跟我講一句話 妹妹你們的攤位東西怎麼這麼少 嗯 對 這我最常聽到的一句話 所以我當初都是 就是我今天如果 賣的比較多 那我就會把這些錢全部又拿去批貨 就讓我的商店看起來多元化一點 那你當時的這個 創業啟動資金是多少 啟動資金大概在 4-5萬左右 你是自己存的4-5萬 嗯自己存 因為我從高一開始就 就我在打工 啊你高一就存量4-5萬 沒有啦高三高三 我先分享一下就是 妞妞一些豐公園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非常厲害 第一個是他 曾經 最高一年的年營業額是破億的 破億的年營業額 第二個我覺得非常厲害的是 第一間房子是在23歲的時候 就買了第一間的房子 那第三件事情 我忘了是什麼 第三件事情就是 他的實體店面 是橫跨台北台中以及高雄 而且我覺得妞妞是高雄之光 因為他是從高雄引入往北沙上台北 台北店是在什麼時候開幕的 去年的年底開幕 去年的年底開幕 好 所以等於說透過4萬塊5萬塊的創業資金 就開始了夜市創業的生活 然後一開始資金有限嘛 所以等於說產品也有限 那大家就會覺得 可能產品比較少 那你後來是怎麼去 維繫好這些顧客 讓他們慢慢變成你的熟客 其實是靠網路 因為其實夜市的話 大家進去對你 並不會有特別的印象 就買了就走 下次也不見得又回來 那剛開始做的話 當時還是無名小站 就講出來就透露你 無名小站 有有有 有我有 對當時是放在相簿上面 然後去做一些就是自己拍照啊 然後搭配啊 然後分享給大家這樣 一方面分享 一方面也是給大家看 有目錄 然後選單可以喜歡什麼東西 然後就跟我購買這樣 那你就是說從在擺攤的時候 夜肯算開始已經經營自己的自媒體 擺攤的時候其實還沒有 因為我剛開始是暑假去擺嘛 那後面暑假到要開學了 我就沒有繼續擺 那你那時候還一邊上課就對了 對 因為我當時是高三嘛 對 所以我當時是邊擺攤 然後還在學校這樣 但後面就開始經營就是 我自己的 個人的那個版面 然後後面就是 有達到一定的業績量之後 我當時就是 果斷的放棄學業 就是 其實我當時要休學的時候 家裡跟學 跟老師都是 就是反讀 因為畢竟已經高三了 就是在讀就畢業了 所以 你目前是高中沒有畢業的 沒有 但是我現在有 就是在讀那個 賽事碩士專班這樣 那 那時候是一個 等於說你每個月有 大概多少收入 讓你就覺得說 我要果斷的 勇敢去追溯自己的創業嗎 嗯 其實沒有到很多 因為 應該說我進不下來 就是我在打工上面 我當時找的打工也都四個小時嘛 那我嘗試過說 寒暑假的時候 要去做就是 八個小時 但是我做不住 我後來就發現說 我來擺攤之後 我找到我熱愛的 然後再加上就是 就是我自己這樣子經營之後 我覺得 欸我養著火我自己 嗯哼 那我就覺得 那我可以 果斷的 就是 嘗試去衝一波這樣 所以 你也算是一個 鯊魚系的創業者 這也是最近我的夥伴跟我分享 他就說 欸 老闆你很像鯊魚 我說 鯊魚是什麼 他說 鯊魚 因為他需要一直游動 如果他靜止下來的話 他的身體裡面的 含養量不足 因為他其實是透過就是 游泳 把他身體的一些廢物 廢棄物給 把他排出去 所以你就像鯊魚一樣 你要一直游 你要一直游 因為你停下來會更累 所以你覺得 你自己也算是一個 鯊魚系的創業者 對不對 算是 不能停下來 對 那你的一開始是從這個 夜市嘛 然後現在第二階段就是從事了 電商這個 對 你是怎麼發現這個商機 而且 非常早吧 因為 妞妞一竹現在十週年 對 十年了 蠻早的 因為我剛說到 我在五名小站 那 剛開始那個 臉書盛行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 我就跳到臉書 然後開始經營粉絲團這一塊 對 所以算是蠻早期的 那你怎麼會發現說 電商車這個事業是有搞頭的 以前五名小站局現在說 都是身邊的親朋好友看得到 但是臉書我經營粉絲團的時候發現 很多四面八方的顧客進來了 應該說當初的觸及率不像現在 以前是我可能發個照片什麼 只要有夠吸引人的 其實他會自己帶來觸及率 自然流量 對 對自然流量比較高 這樣 所以剛開始在經營的時候是 用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我PO照片 然後分享我的一些生活啊什麼的 那 自然客人就會進來 那他們買過一次兩次之後 就會 就會問我說 欸 什麼時候有新款 然後就會有年縮度 這樣 大家會以為 這裡是我第一間店 其實不是 我第一間店 其實是在新的獎 當時租的那個 講出來大家應該都知道年紀 就是 當時會有一棟 然後裡面會有很多的小店鋪 那一個店鋪大概也就只有大概5坪左右而已 我知道 我知道 欸沒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對 我的第一間店就是租那樣子 對 因為我那時候果斷休學 那我就直接去租了一個小的一個工作室 對 我就是在那邊經營網拍啊 然後實體店面 客人來取貨這樣 對 所以其實我的第一家店是那個小小的店鋪 哇 那這樣聽起來 我覺得其實你的商業思維是走在很前面的 因為其實現在你講的這個所謂的 電商網拍啊 然後到店取貨 其實這都還算是這兩三年在流行的東西 那你等於差不多七八年前就已經在做 對 所以你在開始做之後 你就發現說 欸 這東西它是可以長期經營的 因為我後來有把我的那一間店鋪收起來 那我收起來最大的原因是我發現其實 可能不像我們現在的門市 是可以讓人家直接進來 就是有比較舒適的空間選購這樣 對 那當初我就覺得那小小的 與其工作室 而且加上我的空間不夠用 因為在就是 訂單的成長 對 我的空間不夠用 所以我當時是所限的 就把它收起來 然後去租小間的工作室 就變成倉庫公司 但是就沒有開放取貨這一塊 對 然後是後面又在 等於說又再轉了一圈 就是把我的網路給穩定之後 我才又考慮說 那我是該要回來就是轉戰試題的 就是變成說 這個階段你就是專心的 專攻電商這一塊 然後找一個倉庫 然後把所謂的 營業額把它給擴大起來 對 那你覺得營業的這個 可以擴大的關鍵是什麼 擴大的關鍵 其實我覺得 你要了解客人的需求 最重要的是價格 價格最重要 對 因為其實從我創業到現在 當然自己要有利潤 但是我覺得 還是要讓客人就是 買到你的東西 是覺得CP值很高這樣 所以我的價錢一直都有在控管 而且當初其實我創業 我是我高三嘛 那我後面創業 所以我把店收起來的時候我還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 飛過去大陸那邊 我自己去那邊找 就是廠商工廠 然後取得第一手的價格 因為當初都是跟五分僕拿貨嘛 那我當初就覺得 我在繼續在台灣這樣子拿貨 就等於說我沒有那個競爭力 是順著我的店收起來 然後我就飛過去大陸 然後去找就是工廠一些門路 然後跟他們熟悉 對 然後就是穩定配偶到現在這樣 那時候你大概是幾歲的時候 我飛過去大陸的時候 都是大概19、20左右 19、20 那你這些商業的思維 都是怎麼樣建構出來的 我會有飛出國的這個舉動 是因為最剛開始 我都是在五分埔拿貨的 我都是自己拍自己當model 那五分埔有掀起一波熱潮是 店家的照片 供你使用 對 他們拍好行路照 然後我們底下這一些批發者 我就可以拿你的照片來轉送 但是當初的價格沒有控管好 所以如果價格很亂 就變成說 銷價競爭的很多 那我自己拿到商品 我又要拍照 我其實要花很多的時間 等我東西上架的時候 人家可能轉手50塊就賣了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我不能再這樣 因為我希望 我的這個事業是長久性 所以我就開始摸索 開始自己上網 找一些資料 然後就飛過去 但我覺得我也是蠻充的 因為我當時就只找說 噢這個批發地在哪 比如說廣州 我就直接飛過去了 然後我是到當地 才開始找 欸哪裡哪裡哪裡 然後我就去 一到兩個禮拜這樣 然後就每個地方都去走 都去看 那你在找這個所謂批發 原產有沒有碰到什麼樣的挫折 或者是打擊的事情 有啊 因為當初量不多嘛 那去人家肯定也不理你啊 對啊 所以我其實蠻感謝 就是當時過去後面有遇到 一家廠商配合到現在 他配合到現在 對 他其實很照顧我們 就是把我當 就是很像女兒這樣看待 對 就是有什麼 款式啊 價格啊 優先出來 他都會先給我 等於算 他是你的創業的一個貴人 對 然後一直合作到現在 對 我覺得其實你分享給我的理念 就跟我前一陣子看李嘉誠賺 他也是講到說 一個核心的概念就是 要怎麼賺錢 就是少賺客人錢 我覺得跟你的概念有點像 對啊對啊 從夜市嘛 然後慢慢轉戰到電商 那你覺得 中間比較大的差別是什麼 就是在經營上 經營上不一樣的是 應該是說有小轉到大 主要是因為本來都是自己在做 那你後續會遇到困難就是 因為我前面說我做的是服飾嘛 那我後面發現說 內衣有他的商機在 然後再來就是我自己有穿出效果來 所以我就後面就是裝工在內衣這一塊 那內衣又更需要專業性 那當就是員工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要去就是教導他們 給他們正確的觀念 那他們才能去服務好客人 所以等於說在這個企業體擴張的同時 你碰到的第一個難關 也就是 教育同仁的部分 對我覺得說認真 帶員工創業 這點我認同 對 其實我覺得就我的產業 因為我也是走餐飲服務業嘛 我覺得要在餐飲服務業這個環境 做得好的關鍵就是你能不能帶領好你的同仁 對 那你在這個所謂員工管理 或者是領導上面 你碰到最讓你覺得 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在就是 創業算第二階段 就是電商剛開始搭建的這個時期 剛開始搭建的時期 因為其實 應該是說如果你創業一定都會遇到 起初大家是一樣的心態 會覺得說 我希望跟我的員工當好朋友 但是一定會遇到挫折 我相信你一定會有 對我剛開始創業的時候 跟第一批初期的員工會想要當好朋友 那當時就是自己也受傷 應該是說我們會 沒辦法公司分的很清楚 那當公司有需要什麼東西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做到的時候 你又沒有辦法就是站在公司上面去要 應該是說 我們彼此已經沒辦法公司分了 感情也很好 那個 對對對 界線已經沒有辦法劃清 對對對 對啊 這會讓你比較就是難去拿捏 那我之前還會因為這樣 就自己躲在家裡哭 因為覺得好難過 就是怎麼會怎麼會這樣子 當剛開始會很在意說 員工怎麼看待我 偷罵你是這樣 對會很在意 就會覺得說 我可能只是走過來 不想聽到他們可能在媽媽什麼 然後我就會難過很久 現在應該已經完全免疫了吧 現在不會 因為我現在會處於一個就是 希望員工好 我也好 也要說我越界去跟你 就是 達到朋友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這樣可能也會讓員工受傷 嗯 對 因為他可能會覺得說 喔 我 跟你這麼好 那 你應該要怎麼樣 嗯 我覺得你講的這一點我非常認同 就是 我覺得核心叫做平衡這件事情 就是 我今天想要對你好 但是我又不能好過頭 那我今天想對你嚴格 但我又不能嚴厲過頭 就是 我覺得老闆一個核心就是 我們其實在抓 所謂的不斷的平衡這件事情 就像是我們對客了 我今天想多賺錢 但是我又不想要賺太多 我就一直在找平衡的那個概念 所以 你分享的這段 我個人就是 很有感 你在 電商這個狀態就是 開始有累積到一些財富 所以才讓你在22 23歲 買了第一間房 對 那時候是怎麼樣 就是萌生的這個念頭 是因為 真的賺了超多錢 還是又有什麼規劃 因為我當初在初期在打拼的時候 我每天都是 10點就起床 然後到我的工作室 然後 因為事情都自己做 那我全部做完 到接觸我到家 可能都已經4、5點早上 那我每天都是持續這樣 大概有一兩年的時間 都是這樣子 對 所以當我開始就是 有一點成就起來的時候 賺到錢的時候 我起 人工下去 就是幫我分擔 我突然 欸我突然 對啊沒事做 哇 鯊魚現在開始 又變更累了 對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欸那我是應該要 靠賞自己一下 所以我就 當時就開始買 就是包包 因為女生就是 夢寐以求就是 一定要買 基品包包 對 然後我就是一個月就給自己買一顆這樣 然後 大概連續快一年下來 就覺得說 出了在工作狀態外 我不是一個會 特意去打扮的女生 所以我買了這些包包 都躺在我的藝術裡面 現在還躺在那裡 還躺在那裡 對 所以我後面就覺得說 那與其我 花錢買這些東西 其實一兩顆就夠了 對 覺得說 欸那我來投資好了 嗯哼 對 所以就去買了房子 然後 當初是因為想要投資 以投資為核心 去做出發點 買了第一種東西 嗯 應該是說去深入了解啦 因為 長輩他們都有一些經驗 然後跟我分享 就是說 你買房子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我沒有住家裡 我出來那邊住 所以跟人家租房子 嗯 那我當時的想法其實很天真 當時家人就跟我說 啊你這樣你為什麼不要去買房子 然後我就說 有啊 我要買房子 我要存到 整整的這一筆錢 我才要去買房子 對 對 當時的想法很天真 就覺得說 我要存到這樣 那家人給我的觀念是說 等你存到這一筆錢的時候 房價已經 又變貴 對 已經又高上去了 對 所以才會想說 啊那好 那我不然就是買房子 然後付頭期款 用貸款的這樣的房子 所以你是存到多少錢的時候 買的房子 嗯 我第一間房子的時候是存大概 300多 存300多 這300多大概花了多久的時間存到 花了多久的時間 其實我沒有去算過 等於說 一開始創業就一直在累積這個 自己的買房的第一桶金 然後你就直接買了 所以買下去之後就算 算all in嗎 還是還有留底 其實算都all in了 當時買第一間房的時候 一丟進去 其實那個心態轉變很大 嗯 我當初那個簽約簽下去的時候 我還一度想說 我要等下房期 因為我一想就 哇 突然背了 就是一兩千萬的付貸 然後就覺得 哇壓力好大 嗯 對 但是後面其實持續這樣講之後 就覺得 就跟你去外面跟人家租房子 其實一樣 一樣這樣的價格 但是房子是自己的 是有聽過這樣子一個學說啊 就是 你花的越多 你就會賺的越多 所以當開始 你有了房貸之後 你每個月要花更多錢 那你有賺更多 嗯 會有動力 賺不賺更多 其實不一定 但是會有動力 就是剛開始 我覺得那個是壓力 所以我一度想要放棄 就是覺得說 那我就錢賠賠賠一賠 我不要房子 什麼時候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剛開始買的時候 你沒辦法去轉換過來 因為我當時23嘛 那23數我就說 噢 我當時才23數 我竟然要背這一兩千萬的房貸 然後就越想就覺得 在自己的小圈圈裡面賺不出來 對 然後就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後面就是 也是跟家人有聊天 媽媽就說 你不要想著這麼悲觀嘛 反正我們 你去外面租房子 是不是也是這樣繳 對 所以你不要去想說 就是你背了多少 你只要想你每個月穩定 要繳多少錢 那其實你去外面租房子 也是一樣這樣子 對 所以後來就突然開竅 我就覺得嗯 那就把它當成動力這樣 對 那你在所謂從 出創業 然後到建立公司 有了員工之後 你覺得自己中間有什麼樣的心態轉變 從自己一個人孤軍奮戰 奮戰 變成開始要去帶團盾 我其實害怕跟人相處 對 對 所以剛開始請員工的時候 我會很 不想跟他們講話 我會不想跟他們講話 我會因為反而這樣子 我會想要去對他們好 嗯 可能因為自己害怕 所以就會覺得說 我要對他們好一點 可是為什麼你會有這個 害怕人群的這個 因為我覺得你看起來就是 很光鮮亮地 大家就是把班捧在手上的那種公主型 我會有這個想法 其實是在於國中 就是可能看不出來 就是我國中的時候 有被霸凌過 真的嗎 對 在國中的時候 但是沒有很長一段時間 嗯 其實講到這個我也覺得 跟我現在行業其實有關係 因為我發育比較早 那我當時就開始穿內衣 然後當時就是同班的就會 就會小就會說 欸那個那個 那個牛牛啊 假內內啊 什麼 喔真的嗎 那時候大家都還在穿學生內衣 那只有我穿比較正常的內衣 就變成說 欸 比較有明顯的突起 但我以前也沒有很大 其實現在想一想就覺得 為什麼會因為這個被攻擊 還是 還是 其實他們只是喜歡你 然後故意想引起你主意 就是那種小時候那種肥了吧 現在想一想 就是有那個可能性 因為現在想一想 好像小孩子都這樣 就是 會去打打鬧鬧 對 可是只是當時對我來講 其實有一點受傷的 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這樣子對我 但也因為這樣 讓你開始有這個 你的事業版圖 可不可以因為這個同學 當時有一句話 也是有 你知道我會接觸那衣 其實最主要是 我剛開始其實不會穿那衣 然後也沒有人跟我教說 要怎麼穿 所以我剛開始 其實這個應該很多我的客人都知道 因為我講了好幾次 我之前有就是男生的好朋友 因為都很熟了 就會直接說 欸妞妞是不是A凹啊 A凹 我大受傷你知道嗎 A凹是什麼專業術 A凹就是很平啊 女生應該懂得就是很平 凹進去這樣 好 原來有這種術 算那個淺姿是 對反正就是我當時就很受傷 我就想說 再怎麼樣也不會說我A凹吧 因為我好歹我也有B啊 雖然沒有很大對不對 然後我後面就開始接 就是我認識那個廠商嘛 那他就跟我說 他也有衣服也有內衣 那是他建議我說 那不然他讓我試試看 他就說那我把內衣給你 回去試試看 那我自己穿過之後覺得 欸真的耶 就是很奇妙 就是我的胸型真的慢慢就進來 才發現說 原來我不是A凹 我只是之前不會穿 那我自己實際穿出心得之後 我就開始覺得說 那我應該要在這一塊 分享給更多的女性朋友 嗯 對 不要跟我有一樣的困擾 其實是有胸腹的 只是因為之前錯誤的觀念 跟穿法 讓他跑到背後去 還是說 富裕啊 這樣 嗯 對 那到了就是 也開始事業成型 然後有買了自己的房子 更加穩定嘛 那後來你怎麼會猛神 從虛擬又走下實體的這個動作 嗯 其實我當初開實體 最主要是因為 顧客 因為內衣的話更需要 就是一對一 然後跟一些就是 專業教你怎麼撥 因為其實我在網路上 告訴大家的也有限 那他們聽了不見得會懂 所以我當初開第一間店的時候 我沒有想說就是要賺錢 我當時的想法就是 喔沒關係 賠錢也沒關係 因為我這間店我就是要拿來服務我這一些 就是多年支持我的顧客的 就是這一間嗎 現在我們做的 對這一間 對就是我內衣的第一間店 那大概幾年了 這一間店 我記得是2018年開的 現在是2021嘛 1821 這樣幾年 3年多 快4年 所以等於算 中間電商的這段時間 是有 蠻長一段時間是沒有所謂實體店的 嗯 對 那當初就是為了說提升這個顧客的體驗 然後再去成立這個所謂實體店 那你覺得成立實體店對於經營店商的 這些商家來說 它的必要性如何 其實我覺得 有必要 因為我當初開是為了要服務這些顧客嘛 但是我後來發現 其實來我實體店面的客人 不是當初在網路上面買的這些客人 真的很多顧客來門市 都是說 欸女牛 其實我看你看很久 可是一直不敢下手 啊知道你有店面 我就馬上來了 所以我們其實發現後來 真的絕大部分的客人 都是變成說 其實我的網路 跟我的實體的客群 還是分開的 嗯 什麼樣的客人 他會比較願意在網路消費 你覺得這兩個有 各自怎樣的特徵 我覺得在網路上面消費是 顧客很信任你 嗯 對就是信任我們的產品 就變成說我覺得在網路上面 第一來是信任啊 二來是 因為其實內衣貼身物品 在我們台灣的法規裡面 是沒有七天監賞期的 但是我的官網 我是有給他們一個就是服務 是說你如果尺寸不合的話 我可以給你換貨 而且我還幫你付就是取回來的這一趟運費 尺寸不合啊 或者是你覺得這個款式你不要 你想要換成別的這樣 那慢慢的就是從電商這樣擴張 然後開始擁有實體 等於說你的事業版圖越做越大 那相對而言就是賺的有越來越多嗎 你覺得 說實話沒有 說實話沒有嗎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 因為應該是說成本在增加 因為當我想要給他們的東西更多的時候 我不能加在售價上面 對其實是可以 但是我自己不允許這樣做 那你在事業版圖擴張的這個同時 你有曾經迷失過自己嗎 就等於說 我覺得我現在很厲害 然後賺很多錢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不會 要不是給你採訪 其實我也不會說我買房子 我會一定要把這一段逼出來 認真說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比較低調的人 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不會覺得我現在在高點 我覺得我還可以再往上爬 就是我覺得永遠不要跟下面比 就是要去看上面的人 怎麼做 去學習他們 從他們身上學習經驗 嗯 對然後讓自己可以再更好 因為我覺得 我如果自我滿足在這個狀態 那比我好的人一定更多 那什麼樣的動力 讓你就是可以持續前進 因為像你剛剛有提到說 不要自貓 我覺得這是一個持續創業者 應該說 能夠持續創業成功者很關鍵的部分 這我自己有一個核心理論叫做 不進則退 就是你只要沒有前進 或者是你只要沒有持續性的成長 你就會退後 那退到退無可會 你就會變成 滅亡 那什麼樣的動力讓你能夠 一直往前 我覺得最大的是 顧客 因為其實我有很多時候會灰心 還是說 有得失心 因為業績一定有起有落 那有時候會覺得說 就做得很累 然後可能沒有被看到 還是說我想要表達的東西 他們可能遇到比較刁鑽的客人的時候 我會灰心 但是其實好幾次都是 都是我們的顧客在鼓勵我 因為我在社團有跟他們互動 然後有時候發文 他們會在底下留言 就我其實蠻多次會看他們留言 看到自己會默默就 哭了 對 會哭 會覺得就是 真的有他們真的很好 所以你覺得創業是孤獨的嗎 是啊 絕對是孤獨的 那你怎麼克服這些孤獨 嗯 我覺得 要克服這個孤獨感是 你要熱愛喜歡 你現在在做的這一份 很有熱忱 對 因為當初我創業的時候 也是因為我有興趣嘛 比如說穿搭 我剛開始做服飾 我喜歡穿搭 我想要分享給大家更多的東西 那內衣也是 內衣是因為我自己穿出新的 我想要分享 我想要讓更多的女性知道 調整型內衣的重要 那再來就是 其實調整型內衣 可以用評價的價位就買得到它 這樣 我覺得一起跟顧客成長 其實環扣著你整個事業的核心 對啊對啊 那其實我很好奇的就是 在事業這個短點跟另一半 會不會產生一些什麼樣的摩擦 比如說他可能覺得說 你事業太成功了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不會 應該是說在還沒交往的階段 就已經有先了解就是彼此做什麼 但是他其實一直都蠻支持我的 我反而還會問他 比如說員工啊 還是說什麼決策上要改變 或者是設計上面 我也都會就是跟他說 我現在遇到什麼困難 他會給我不同的建議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的 到現在其實我跟他在一起很久了 他也真的對我很好 所以在他現在創業的階段 我就會很支持他 那你們兩個的 生活跟事業這麼取得平衡 因為老闆就是 基本上就是沒有所謂的放假這件事情 對 其實我們現在還蠻平衡的 是因為他也在創業 就是他也很難 對 對 反正我們就是有空 反正我們兩個就覺得 今天好 我放假 你也放假 那我們就出一種走這樣子 對 很隨性 有時候會不高興 可能是我們本來講好的事情 然後突然可能因為工作上面的關係 沒有辦法做到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小不高興 可是溝通一下就好了 所以你們屬於理性溝通流 而不是冷戰流 我覺得我們蠻好溝通的 你有曾經就是 可能罵過員工嗎 或者是開除過員工 有開除過 但是罵的話沒有 我覺得我個人的原則 就是事不過三 就是如果你今天做錯事情 我會跟你講 跟你說問題點在哪裡 那你第二次再犯 我一樣會跟你講 那第三次我們就給你 下最後團隊 我就跟你說你這個問題 可能真的公司沒有辦法接受 遇到最扯的員工 做的一件離譜的事是什麼 離譜的事情可能是 員工旅遊吧 因為當初剛開始 雖然就是說我說 那個營業有到破億的時候 後面我就很開心啊 想說要帶大家就是出國去做員工旅遊 去哪裡啊 本來是想說要去泰國 但當時也是蠻 蠻鬧的是 當時有一個算命的老師就說 你今年不要往南去哦 就是不能往 就是台灣以南 所以我後面就想說 好那不然改去韓國好了 但是不知道怎麼的 就員工之間就傳到變說 哦我要去日本 去日本 從韓國去變去日本 對就是泰國 韓國然後變到日本這樣子 然後就很莫名其妙 因為當時是說要全額付 他們不用出錢人道就好 因為員工全部都要去嘛 那一趟下來花起來也是幾十萬這樣 對所以當時是覺得說 如果真的要去日本 OK沒有問題 但是我能做到就是一個人補貼 上限多少 那差的那幾千塊 然後自己補貼 然後他們就直接在我面前 就集體不爽 沒有人講話 然後完全沒有表情 就是看著你 然後就說 不是全額嗎 我當時就很難過 其實當下也沒有給他們一個答案 我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就是一個好意怎麼會衍生成這樣子 嗯 對 反正後面還是妥協啦 就是全額帶他們去 因為當時真的就是處於一個就是覺得要跟跟他們到很好 我都把他們每一個員工都當成朋友這樣 但是反而我覺得這樣不太好是 我反而覺得我們現在跟員工的相處模式比較平衡 對我覺得愚工愚師都好 我們也可以像朋友這樣 但是愚工上面的時候 我不會跟你是朋友這樣 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 還是那句話就是平衡 因為我覺得不要說員工啦 只要是人 久了他自然而然就習慣 習慣了之後就會理所當然了 那我們為了避免這個理所當然的這件事情發生 當然就是不要過度的好或過度的壞 如果回到20歲那時候 你會跟20歲的人說什麼 辛苦繼續加油 辛苦繼續加油 對 為什麼你會想要跟他說這一句話 嗯 其實我覺得 這些過程是一定要去經歷的 但如果我現在可以回到過去 當然會說 什麼東西要去避免 什麼東西要去那個 但是 這是不可能啦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後悔當初創業的那個決定 只是說回到20歲當初在打拼的時候 會跟當初的自己講說就辛苦了 就是要繼續堅持下去 嗯 繼續堅持 很辛苦 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我想要從事電商這個產業 因為我自己是沒有從事過電商 或者是目前在聽這場方談的觀眾 他可能也想要朝電商這塊去賣進 那你會給他什麼建議 或者是說他可以怎麼開始 嗯 開始的話其實我覺得現在啊 臉書啊 IG啊 其實都很盛行 都可以從上面去下手 不管你是在個人的版面啊 還是說粉絲團 還是說開官方帳號都可以 那剛開始創業的話 其實我覺得最好的顧客就是 身邊的親朋好友 嗯 當然慢慢踏出去 對 那再來就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要有個人的特色 因為現在其實很爆核 對 對 所以大家都在做同樣的事情說 你要怎麼從這裡面去跳脫出來 對 這個時候你的個人特色就很重要 就跟我前 上個月看到一本雜誌的封面就是說 未來老闆就是 更網紅 每一個老闆都要是更網紅 這個概念是一樣的 嗯 對 所以你覺得自己是網紅的這個身份 或者是自己本身 有自己的自媒體 對於電商事業是有絕對的幫助 有 可是我覺得要看你本身的本師是 男性還是女性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販售的東西是什麼 對 因為如果說我的粉絲是 女生居多好了 結果我去賣汽車用品 就沒有他的那個效益 嗯 對所以如果你是本身就已經是網紅 你想要出來創業的話 你可能要先了解一下 你自己現在手上的粉絲 是男性多還是女性多 想要下手的東西是什麼 那如果他本身就是比較 比如像我一樣 比較避暑 沒有個人魅力 那他可以怎麼開始電商這個事業 你如果真的要有個人特色 其實我覺得自己本人就是一個很好的招牌 對 而且我覺得在現在的社會環境 其實不見得要有多漂亮多帥 嗯 對 你要找出你的個人特色 你可能很搞笑啊 還是說談吐很幽默啊 都有可能成為人家喜歡你的重點 訪人到最後呢 我想要請你有沒有分享一句就是 對你而言影響你人生最重要的一句 作物名給我們的觀眾 我覺得在最好的年紀呢 就是對你熱愛的事情 一定要全力以赴的去做 而且如果你已經有了目標呢 不要去害怕 一定要先去做 因為我自己的個性就是 我很衝 我只要想要做什麼東西 我決定了沒有人可以擋住我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一點就是 當你有想法的時候 你一定要試著去嘗試 要相信自己 自己去探索真理就對 對 今天非常開心可以邀請到我們紐紐來 當我們創業訪談的來賓 分享了非常多有趣的故事 比如說像是他高中 還沒有完成學業就勇敢的創業 然後拿著4萬塊的啟動資金 在瑞豐夜市擺攤 然後開始慢慢轉型到 所謂電商的網路事業 然後開了自己的實體店面 第一間 第二間 第三間 逐步的去茁壯自己的企業 一直完成他自己的創業夢 好那最後 你們有沒有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的門店 跟哪裡可以買到你的產品 如果想要買我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的官網 那官網放在下面 然後還有三間實體門市 地址也會放在這邊給大家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想要知道內衣怎麼正確穿著 在我的頻道都有 那頻道也在下面附上給大家 那大家如果任何問題呢 都可以到我們的粉絲團 或者是說我們的頻道上面 都可以找到我們喔 好 最後我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一樣 如果說今天你可以選擇回到20歲的時候 你會跟20歲的你說什麼話呢 歡迎在下方留下你的想法 喜歡今天的訪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按讚FB 追蹤IG 我是無藝指引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都可以押忍 尤其他的 11 都可以